美国和台湾的关系进入了美台断交之后 最热络的阶段 中国已经是多番喊话 今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再次警告华府 不要行之有年的台湾问题准则 同时敦促拜登政府 逆转过去特朗普政权的种种越界行为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没有妥协余地 没有退让空间 我们敦促美国新界政府 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确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彻底改变商界政府 越线玩火的危险做法 对于香港民主派抗议中共以爱国者治港的名目 加强控制香港选举制度 王毅在人大记者会上强调 放眼四海公职人员以及竞选公职的人 必须效忠祖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 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不谈爱国何谈爱港 所以爱国者治港完全没有问题 捍卫香港选举改制完全合法合宪 不过在香港民主派看来 中共党国不分 如果落实这项原则 许多批评中共的人都会被剥夺参政权 进一步侵蚀党人自由 得出альную烟砍 回望 因为美国出发的 旨厂 连 emb养 有一些